又來 我的媽呀 好啦...你們不要再哭啦 你們再哭... 我的心都被你們哭亂掉了嘛 你知道嗎 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整天不吃也不喝的 對嘛… 你一定要想辦法求我們家小姐 我會啦… 你們放心 我一直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嘛 但是這個阿山到底是什麼回事 這鬼迷心俏 她怎麼會把這個信物拿去當掉呢 沒有人會這樣做 好…我想辦法好好罵一罵她 問數間情為何物 宗教令生死無相許 畢老爹 小姐都已經快死了 好 說這樣子是吧 那麼… 悲歡禮後總無情 依令… 你都知道了 孩子們 我的意思是說 愛情這個東西 其實它的起點就是終點 不懂 你們以後就懂了 來… 難道你真的有了嗎 手要打到來… 你還是可以把我的心思 得出心嗎 還得出心嗎 難道你真的 === 要不然 要不然 都要是用不著 才能打到你 、「你還會這樣做嗎 黑猫珠 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好不好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要有心想要补偿我的话 那就放我走 让我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吧 你也不想要我 你也不想要我 要走可以 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放心 你要的赎金 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的 我不会要你任何一分钱 当初 我买下万花格 为的就是让你有个弃身之处 不要到处飘荡 你真的要离开我 随时都可以走 但是 绝对不允许刘明善花钱输我的女人 你也绝对不可以 对刘明善投怀送抱 我 这几天你想清楚了 你可以放他了 你是在命令我 还是在求我 你不要再给我耍嘴皮子 你到底放不放 黑猫猪是我的人 放不放 要看我高不高兴 你想反悔 从来就没有答应过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放不放 好 看来 你是真的要跟我真女人 如果我答应了 别人还以为我怕了你 传出去 我今生还要在西罗混吗 你少说废话 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 你想跟我动武 好 很好 你现在给我听 你等着接我的战帝 你能把我打败 黑猫猪就马上送给你 你 怎么样 随时奉陪 等等 你的银子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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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 知道我没吃东西 老爹 怎么了 我的东西不给忘恩负义的领处了 忘恩负义 对啦 还不足啊 还有朝勤暮处啊 还有薄情寡义啊 我 不必多说啦 你连给给你的信物 你都会拿去当 你这种人我不愿意理你啊 女儿啊 老爹 你不要叫了 他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肯定出去了嘛 老爹 你听我解释嘛 好啊 我喜而共听啊 我很想知道那个黑猫猪啊 到底有什么什么常处 让你糊涂到 可以把信物都拿去当掉啦 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说你糊涂 你还真糊涂啊 马上替他说话啊 我看你病得很重啊 我跟他只是朋友而已 我知道 我拿白雪的信物去当 那是我的不对 我只是希望黑猫猪脱离洪坤的魔掌啊 不要被他利用了 这种事情对我们也有利啊 不是吗 真的是对啊 当然 再说 帮助他脱离青楼生涯 也是一桩好事啊 黑猫猪有这个心愿 我这个做朋友的 两肋插刀也是应该的 换成你 你也会这么做的吧 不要换成我啊 不要扯到我身上来啊 我对白雪丫头还要交财呢 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拖下水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但是啊 如果为了外领啊 伤害到白雪的话 那就太不足的了 我知道 但是白雪不听我解释啊 你怎么办啊 找理由 我当然不听你的鬼话啊 这也难怪啦 但是你也要想一想啊 白雪对你这么用心啊 没有一个女人心胸 可以这么大的嘛 那是她小心眼 什么 你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还骂我小心眼 你不要那么固执嘛 女人家就是要红 红一红就没有输了嘛 那也要看合不合理啊 那我 你你我 我看你想出一点东西啦 来来出一点东西 吃东西 哇 真是风格盛啊 李老爹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蹄膏啊 还有啊 哇 还有冲油鸡 番茄炒鸡蛋 来吧 快点出啊 出完啊 就不会哭住了啊 再睡一觉的话 就更乐观了啊 我好了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小姐 你开门啊 小姐 你开开门啊 军事是会出人命的 小姐 小姐 你开门啊 你开门啊 你不要理我了 我这一次啊 是下定决心要绝食的 这也救不了我了 小姐 小姐 绝俗啊 不出欢呢 李老爹 阿善哥 你们劝劝他吧 真无聊 我看他饿不到今晚 可恶 我死都要撑过今天晚上 女儿啊 不要再来这一招了 她已经认错了 你们讲几句话嘛 不要老站在这边嘛 要我说什么嘛 要说的 你们全说了 阿善哥 小姐这一次是来真的 来真的 上次说受了伤 结果呢 还不是在骗人吗 你现在还计较这个干什么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的嘛 随便他爱怎么玩 他有的是时间 我可没这个功夫 跟那么幼稚的人 玩这些把戏 你不要走嘛 不要走啊 老爹 说幼稚 说无聊 我一定要饿死给你看 你不是说好了嘛 要好好的去安慰一下白雪嘛 回去嘛 晚上再说了 振兴社还有很多事情 等我回去办 晚上不能等到晚上啊 这个傻丫头随时 会做出傻宿情来 你振兴完了宿情 我帮你办了 你马上回去 走啦 走啦 你马上回去啦 要不然就轮到我生气了 我说你还在想什么啊 你赶快走啊 回去 回去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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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记住啦 多讲几句好话 讲得越冷嘛越好 最好讲得这一句高达掉一滴 走啦 这哥哥没事 他绝什么石 看我们在这里爬呀爬得那么辛苦 就是嘛 不过还好 这叫我生气如燕啊 更何况啊 以前跟哥哥上山下海壮了些胆 现在爬的梯子还不成问题 再困难也是要硬着头皮爬上去 如果不这么送饭给他吃的话 他肯定是要饿死的 终于到了 篮子呢 啊 篮子啊 我好像忘了拿上来了 在下面 你这个二白屋 你快点下去拿了你 我下去啊 你不是生气如燕吗 你下去 我不要 干吗想 cho我办法整自己啊 一点小伙都没有 死女龙山 铁石青城 居然不理我 连那两个死丫头也不理我 我快餓死了 乾脆跑出去吃好了 不行 我怎麼可以這麼沒有勁 一定要撐到最後 但是不知道 到底可以撐多久 哥哥 我們來了 就是到了 你們 你們來幹什麼 送飯來給你吃啊 不行 一言即出 刺馬難追 如果我吃了你們的飯 不等於耍流明膳嗎 這樣會讓流明膳笑話我的 哥哥 你也別逞強了 就為了出內口氣 折磨自己也折磨我們 女心何忍啊 就是啊 我剛剛還差一點摔死 哥哥 你就聽話吧 趙阿善哥不在 你細照眼 飯還是吃一點吧 對啊 你多想吃一點嗎 要不然我們就在這裡過夜了 凍死摔死就算了 劉明膳 真的沒看見你們兩個上來啊 沒有啦 好吧 那我們也想吃一點啊 不過先說好 是你們兩個逼我吃的 我可很不願意的 知道了 我可不願意的 明明是她錯了 我為什麼要去哄她 算了 反正我也有錯 大家扯平吧 萬一把她餓出病來 麻煩她還是我 好嗎 好吃嗎 是好吃 你們兩個手藝都進步了 真可憐 餓到什麼都說好吃 小姐 小姐 吃慢一點 比夜長了 白雪 白雪 你在忙什麼 我 我在忙什麼 我可很甘心 很甘心一下絕食啊 白雪 幹什麼 我告訴你快要吃 你快開門啊 我有話要跟你說 推我了 我覺得什麼都不想聽 你快開門啊 你要不開門 我闖進去嘍 你要是你闖進來 我 我就告訴你市長名嘴 快點收拾 好 快點兒 快點兒 你怎麼從事得上來啊 我怕把下面大門砸壞了 我就學他們兩個 從這裡爬上來 我給你帶來好吃的 還有 這個 我知道我是魯馬了一點 你看 東西我都給你贖回來了 你就大人有大量 就別生氣了 你以為這樣我就不生氣了 還有 我給你帶來你最喜歡吃的鴨舌頭 讓你吃了伶牙俐齒 以後有更多本事跟我吵架了 愛心絕老胖 你道歉還不忘損人耶 好了好了好了 這樣說好了 全是我的錯 我的大小姐 我的大格格 以後不會再有了 好不好 你就是喜歡讓我生氣 我 算了算了啦 看著你帶東西來給我吃 這回饒饒你 如果以後再發生的話我 你放心 以後不會再有了 這可是你說的 那你發誓 我發誓 做不做嘛 還考慮啊 要道歉卻一點誠意都沒有 小姐我打出娘胎 就沒有發過誓啊 那更好啊 那表示你發的誓 是處女做 對我更有意義啊 哎呀 我的白雪大小姐 白雪大格格 你就原諒我好不好 不行 不可以 要不然你出去 我繼續絕食 好 男子漢大丈夫 能屈能伸 哎 你們兩個轉過去 捂住耳朵 快 轉過去啊 我 劉炮 等一下 跟著我唸 好 跟著你唸 我 我 愛心絕羅炮 快點啊 愛心絕羅炮 一輩子 一輩子 只愛 只愛 愛心絕羅白雪 滑 靈錠太順了 怎麼一個人做得這個 想心事啊 別騙我了 是在想金蓮吧 嗯 他会不会又跟瑾芙在一起 我相信今年已经对瑾芙死心了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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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判断应该是没错 墨君 你的想法太单纯了 就算金莲死了心 你能保证警服不想旧情复燃吗 再说 你娘又不在 这种事情不无可能啊 好了好了 不要说 你的心情我能体会 但我也必须要提醒你 欺骗自己不是办法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对劲 就应该面对现实 不要等到沐浴沉舟 就算你要抢回金莲 恐怕也来不及了 金莲 我不会忘记你的头 也绝不会让刘炮抢走黑暴主 放心吧 九泉之下 你好好安心 你好好安心 莫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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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烊了 要不你留个话 我帮你留个字条 明天让金莲姐去找你 你真的不知道金莲去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 你都问了好几遍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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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告诉金莲姐的 我在这边等她 那里你先休息吧 你会在这边 唉雳太阳 你不想走 就能建新权 我讀你 你哪儿 这性命 你也要求我 我认差人 金莲 我不想 离我 就留下人 我看得好 俊夫 你为什么老是讲这种话呢 如果被穆君看到不太好 这会很伤他的心 你总是考虑会伤穆君的心 你怎么不考虑会伤我的心呢 金莲 现在情况不同了 在他的心里 我们已经决裂了 况且他对你的情意越来越深 可是那只是在穆君心中 在我心中 这份感情永远都没有变 我没办法把这份感情转移 不可能 金莲 你为什么不尝试接纳穆君呢 锦夫 其实 我从小就看得出来 穆君一直很喜欢你 只是因为有我在 所以他一直不敢表达 我可以想象 也在心里的火 如果不能燃烧 是多么的痛苦 所以你就做了傻事 把我推给穆君 你也在心里 我何尝不痛苦呢 自从得病之后 自从我知道 不能给你带来幸福之后 我一直在挣扎 一直在煎熬 现在 现在我终于可以突破自己 忍着痛苦 撮合你跟穆君 静夫 对不起 原谅我 我错怪你了 今年 今后无论发生任何事 都不要提起我的病 就当没有任何事发生过一样好吗 我当然不会提起的 只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实在是 静怜 你忘了我 多给穆君点机会 尝试着打开你自己 去接纳他 好吗 静夫 我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你找不到 我再就想 那个梦 你都不肯定 又不肯定 你真是没想什么 是 便宜 我 你得问我 你不肯定 你不要送我回去 先回去吧 好 记住我说的话 是不是要亲礼 不要告诉我你们有很好的事 大哥 莫军 锦福 锦福 莫军 这是做什么 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莫军 这不关锦福的事 不关她的事 她不要你的时候往我这里推 现在后悔了 舍不得了 又回来找你 我算什么 从小我娘就以锦福为中心 没一样东西 都是她玩腻了之后才会轮到我手中 现在你把金链当成玩物 怎么 说不要就不要 说要就要回来 告诉你 你万万不能在我对她爱不释手的时候 将她从我手里偷回去 你懂吗 莫军 一切错都在我 当初我不该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去找你 让你产生误会 可是我再三考虑 我怎么能无法把对大哥的亲情转移成爱情 所以我发现 我发现 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警服 所以我觉得 我让你伤心 要怪就怪我好了 事到如今 你还在替这种人狡辩 你知道吗 你们两个人 一个是我最尊敬的大哥 一个是我最爱的人 左手是肉 右手也是肉 怎么取舍才叫值得呢 莫军哥 原谅我这个不懂事的妹妹的所作所为吧 杞磊 杞磊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骗颇 我廖木俊何得还能为你们大哥呢 今后 你们所有的事情我都不管了 更永远都不要看到你们 现在你把金莲当成玩物 怎么 说不要就不要 说要就要过来 我告诉你 你万万不能 在我对她爱不释手的时候 将她从我手里夺回去 你懂吗 请 刘先生 找我来有什么吩咐吗 刘先生不要这样讲 这样讲太客气了 我是有一点事情想跟刘先生商量 庄主请说 我想暂时离开一下西罗 但是又不太放心 眼下能够替我担子重任的 只有刘先生拟了 庄主这么器重我 我当然义不容辞 你这样讲 我就放心了 庄主好像有心事啊 是不是为了庄里的事情烦心啊 这个 如果我能够帮忙的 庄主千万不要客气 没什么 没什么 庄主曾经说过 庄里不能一日无主 庄主是从来不会轻易离开的 这次要走 想必是事关重大 不得不走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我瞒你说 是因为金莲跟穆俊他们 我也听说了 庄主跟金莲 不要说了 别再说了 不知道庄主什么时候动身 我随时都会走 那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 这个 你跟人说庄主有可能离开西罗一阵子啊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我问他 但他没说 我看啊 八成是感情的问题 庄主一向是很软弱 我想他想逃避烦恼 白雪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是这么想 那么狗尊是这样子的话 那要赶快劝劝庄主啊 为了儿女抒情一走了之啊 这种事情传出去的话 对声望影响很大 庄主的地位就不保了 你说是不是啊 庄主他已经下定决心 很难说服他的 结龄还得几零零呢 有一个零可以输出看呢 金莲 对啦 这件事情只有金莲 跟我一起劝劝他嘛 好 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办 好 师父 万花阁派人送进来 是不是黑猫猪送来了 不知道 好了 没你的事了 是 刘明珊 我要你现在拆开来看 这是我私人的信啊 你叫我拆 我就要拆了吗 那就表示你心里有鬼 我心里有鬼 我心里有什么鬼啊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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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希望我现在 没有站在这里啊 女啊女啊 阿三啊 你呀就拆开来吧 好了 好了 你们喜欢看 自己拆 拆就拆 拆就拆 什么 金莲要跟你决战 好 决就决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大惊小怪的是 你为了黑猫猪要跟金莲决战 那一只猫还叫你不要答应 担心你受死 阿三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抒情啊 金莲要约我决战 才肯让黑猫猪离开万花阁 啊 女儿女儿 你好好的 她为什么又哭了 人家为了那只猫 明明都要我出去了 哎呀 女儿啊 你想得太严重了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撑着鼻舞啊 素探一下金莲的犬入 你说说啊 嗯 我也是这么想 让金莲不得不承认 她就是洪坤 你们都在欺负我 大丫头啊 爹怎么会欺负你呢 我不管 袁明线 你欠我一条命 你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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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驾 驾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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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等等我 馬虎, 快走, 你讓他追上 快 師父 等等我 師父 師父 你等一等 等等我呀 馬虎, 停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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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一聲不響就走呢 驾 驾 你以為你這樣就可以讓我死心了嗎 你以為你這樣我就容得下墨具了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驾 如果你要走 如果你要走 我就跟你一起走 驾 驾 我 我只是想暫時避開一下 你騙我 驾夫 你不可以再這樣繼續軟弱夏秋 你是一樁之主啊 好 驾夫 跟我回去 我求求你 你跟我回去嗎 好不好 跟我回去吧 好 有這回事嗎 是啊 穆俊找景福出氣 我聽說 穆俊跟劉明善 還打了一架 嗯 很好 穆俊終於馬上警了 他們兄弟倆鬧得越厲害 就對我們越有力 但是有件事我一直都不放心 什麼事 就是 景福的病 放心吧 沒有人會懷疑 是我們動手腳 那 不用說了 你先回去 好 你怎麼可以貿然地跟劉炮比武 一過招 你的底部就現了 反正他已經認定我是洪坤 不如跟他較量較量 出一口氣 你不必那麼衝動 現在你要做的 不但要取消比武 相反的 還要跟他言和 言和 對 不過不是你去言和 而是黑貓豬去跟他言和 我不懂 我不懂 到時候你準備一洗韭菜 加點這個東西 那劉炮就從此消失了 那黑貓豬呢 不能讓黑貓豬知道 就让黑猫猪一起陪葬 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不行 我会对不起我弟弟 我答应过他 要好好照顾黑猫猪 我怎么可以 你别骗自己了 你不是为了你弟弟 而是你已经不自觉地爱上了 黑猫猪连自己都不知道 不管怎样 我绝不这么做 如果你不这么做 那早晚死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今天看起来你特别开心啊 画起了一场恶斗 当然开心了 我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今生忽然间改变他的主意了呢 他是怕我难过 同时也怕伤了大家的和气嘛 这似乎不太像他的个性 人是会变的 有时变好 有时变坏 今生最近也有些改变 这次就变了 或者还把门一点 他怎么会与你的相机 所以这些人 他也不真是 我改变一切 你我们也不认识 我们都想说 你不认识 我们看伤计 那我这么说 我会 看伤透他 为了个女人 以白白错过了大好的机会 你怎么报仇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你怎么会来这 我听黑猫猪的说辞 再看她的眼神 我就知道 是你让她这么做的 你还算有点良心 良心 我不跟你比武 你就说我有良心 这还是你第一次夸我 如果你没有良心 为什么下个暂停 又叫黑猫猪把它取消 这是黑猫猪的意思 与我无关 你再说谎 我知道 是你让黑猫猪这么做的 你不想比武的原因 是怕我看出你的全路 你怕露了底 我是怕 我怕的是 为了一个女人针锋吃醋 传出去 会怪我今生的名声 好 那就来吧 来吧 我要看看 你是不是没有我们家金银泉的影子 你别逼人太甚 要动手扫动手 不必等到今天 承认吧 洪坤 你害得我们留下还不够惨吗 看在爹娘养大你的份上 我们穿过同一条裤子 我还喊过你一身哥哥 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阿坤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 我是一定会帮你的 我不想让松妹和众弟子 死得那么不明不白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是很无奈的 一家功臣万能碰 其实我也只不过是个牺牲者 但我追求的是千秋万世的幸福和安乐 这其中的意义 你是不会留下 以后别来这里 也不要再来查我 以前我错在心里 今后我为了自己 绝不会再对你客气 洪坤 洪坤